警察 出來打掃了 就是這樣 黑幫砸完了 叫警察說 出來打掃打掃了 這算什麼 我八個字送警察 本來警察應該是要除暴安良的 結果現在的警察是 7382 除良安報 這算什麼 公權力不是讓你 去對付手無伏擊之力的善良百姓 你要搞清楚 要不然公權力我們就收回來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用急著答覆我 你該急著答的時候不回答 九十六碼為什麼不公布 周星馳啊 那一部電影叫功夫 一開始 虎毒幫 去砸毀善良人家 去欺負善良 警察都躲起來在這兩邊看 虎毒幫打完了以後說 警察 出來打掃了 就是這樣 黑幫砸完了 叫警察說出來打掃打掃了 這算什麼 我八個字送警察 本來警察 應該是要除暴安良的 結果現在的警察是 7382 除良安報 這算什麼 昨天晚上 7年前 殺警案4個重大嫌犯之一 總算 警方千刀萬里追之下 昨天晚上押回來 當年 我們同樣請這個衛生委員問 我當時就跟市警局講 一個執勤的員警 在夜店門口 同樣被黑衣人用紅龍把他打死 打到骨肉分離 然後還放話說這個警察 跟他們是一夥的 意思暗示他是不乾淨 我當時就跟警察講 如果這一根紅龍血洗乾淨了之後 然後 這個夜店 歌照唱 舞照跳 酒照喝 那市警局門可以拉下來 關門算 我說這要馬上下去抓人 不管多少人 第一時間要抓出來 因為這是警察 他基本這個職務 的一個嚴肅 一個公正性 一個權威 讓人一個警察 受到這樣的事 如果這是一個貪污的警察 那他應該被法辦啊 怎麼是被紅龍活活打死 打到骨肉分離呢 這是法治國家嗎 好啦 現在七年後結案了 同樣 今天松山分局 黑衣人 聚眾 衝到這個分局 狹下 派出所 一樓派出所 心思問罪 攻擊原警 砸毀公物 我請問啊 那個局長 我問你的第一個問題 96秒的畫面 我知道答案了 但是我還是問你 今天可不可以公佈 我知道你的標準答案 第二個 所以我問你 好啦 那你說 因為偵查不公開 不能公佈 那你告訴我 96秒的畫面裡面 是什麼 因為你跟媒體另外描述 說那96秒裡面 是四位原警 赫子 壓制黑衣人 這是對的啊 這是英勇的行為啊 那公佈有什麼關係 最後沒有犯罪 所以你描繪清楚 96秒裡面的畫面是什麼 如果你第一題的答案是 你不公佈的話 好吧 那你告訴我們 96秒是什麼 第三點 我請問你啊 如果我們一般的民眾 進到市警局 做剛才我說的這些行為 聚眾啊 興師問罪攻擊原警 砸毀公務之後 可以寫悔過書 了事嗎 當天的松山分局 重犯人犯 沒有以現刑犯逮捕他們 然後 事後還編織那麼多的謊言 企圖湮滅證據 看在人民眼裡 現在中壢有個警方大外哥 摔倒 一位 所無伏擊之力的女教師 甚至還把她手銬腳樓 壓了九個多小時 中壢警方 是濫權 對民眾而言 警方 警察就是警察 沒有分中壢 台北 松山的警察 中壢是濫權 松山是賭職 第一時間 黑衣人衝到警察局來 不但要發責 而且壓制他們 而且 逮捕他們 所以我最後一個問題 誰當天 中訪了這些人犯 讓他們砸完了就離開 就像你講的畫面九十六秒啦 九十六秒以後 就沒當那一回事了 就像當年的紅龍 洗乾淨了一樣 一樣啊 九 照喝 舞照 跳 歌 照唱 警察的威嚴在哪裡 警察的公權力在哪裡 公權力 要對強者有效 這社會才有公益 公權力不是讓你 去對付 手無伏擊之力的善良百姓 你要搞清楚 要不然公權力我們就收回來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用急著答覆我 你該急著答的時候不回答 九十六秒為什麼不公布 你第一時間可以向我們議會報告 你當時就可以公布啊 你什麼還承報檢察官以後 然後講原警多麼英勇 這麼英勇的九十六秒的畫面 這四位原警要受到家鄉 要技工 不是嗎 那這麼光榮的事情 公開讓社會知道 公開適宜 有什麼不可以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要你講清楚 這九十六秒裡面的畫面是什麼 而且我認為這個事情 這個畫面 大家為什麼質疑 現在 這個當初的所長 為了掩飾這個 為了湮滅證據 不讓這個畫面出來 他寧可背負 未來這個毀損證據的刑事責任 那可是重罪 那有什麼比重罪更可怕 難道就是這九十六秒的畫面 見不得人嗎 要不然他為什麼要當這個 為什麼要當這個罪 為什麼要當這個罪 所以我強烈質疑這九十六秒的畫面 如果是這四位原警 這麼英勇的賀子 壓制這些黑衣人的話 那請公布 接受社會的加強 這樣才對 請上去 各位大夫 報告 依照和尚 各位義咒 剛剛 這個義咒所提的 我現在講什麼 大家一定不相信 那 那一天 唯一在現場的人 就是副所長 是不是 我先請他答覆 把現場的 他所聽所看到的狀況做一個答覆 那你現在順便答覆我 九十六秒畫面你看過了嗎 我看過了 我看過了 那你當然先描述一下 九十六秒 你認為的話 我是認為 他先講 我再來講 要不然我講了以後 你又聽不進去 好 四次都有錄音錄 你請副所長 好吧 那個 副所長 你看 做到有麥克風 拜託 那我再下一個報告 當天我是 壓制的人 因為我沒有辦法 避時間判斷犯罪事實 所以 我當下沒有避急的做 拜託 以上 這是副所長嗎 還是當事務在 拍事所的企業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副頭幫砸完了以後 警察出來 打掃啦 副所長 你把他講清楚了 好 不要講清楚 副所長 這個 那個 你 你當成史莫 史莫講清楚 我當天 當天 當天 那些人進來的時候 我是從 請示 就請中 驚醒出來的 所以我 我當下 當下 只是 驚覺外面 是非常的吵雜聲 當我看到的時候 是 嫌犯已經 在嘈嘯 在 沉醉酒醉那種 非常非常的 是一個 所無主導的動態 所以我當前 立即 已遇攔指 所以才會把他 攔到 這個 派出所的後方 等到 我在九十六秒之內 驅離到 派出門外的時候 反鎖之後 才詢問同仁 原因 當下 原因不明 所以我才會調閱監視器 因為我沒有監視器畫面的密碼 所以我第一時間 無法去求證這個事實 第三 不好意思 我可以講完了嗎 去那個九十六秒 我看過了 就是 一堆人 跑進來 直班了 跟他攔主 然後 副首長 穿著頭鞋 從寢視的裡面 跑出來 跑出來 為首 第一個在大小聲 他就跑去 把他 抓住脖子 把他推在槍角 然後 其他的 兩名警員 在一起跟這個 這個逮捕 做一個攔主的動作 然後 就把他們推出去 我看到的這個畫面 是這樣 所以 我也問副首長 為什麼第一時間 還年之後 我告訴你 你時間怎麼不逮捕呢 他說 我從裡面跑出來 我根本就看過 他這裡的動作 不知道那個情形 他們衝起來拍的時候 我是想 第一時間 就把他們趕出去 他並沒有想到 他是現刑犯 或者是 這個 其他刑事責任問題 他就 維護住地的案件 說 96秒 就把他趕出去 四個警察 最後有四個人 我看到的就是這樣子 但是 我看到那個椅子 所以我拿起來 這樣丟 大概現在是 閉眼那個警察 把他 丟到那個 我問這個 明明這個可以怎麼公布 所以 我說 一定要理 這個是法案 大概就是這樣 可能講這些 大家就想說 看我一下 但是 這個就是所謂 獨漏理論 很多很多小小的動 結果竄出來 就變成一個大問題 所以 我們 馬上 這個 請 松山分局 還有我們 刑警大隊 督察室 核主專欄小組 包括環眼電腦 包括做一些調查 我們沒有要隱私 一定會面對 該怎樣就怎樣 但是 在整個 錄影帶沒有環眼之前 老實講 我們的訊息 都是根據分局 分局的訊息 根據 派出手手提供的 所以會有這個落差 我們絕對依法執法 這個也難怪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醫生會提出資訊 我認為這些都是很善利 我們也會自己檢討 悔過書可以代替被罰辦就對了 那有回悔過書是寫給老婆看的 不是 結果現在可以拿到公堂上 可以跟社會說 那個是教官 砸毀了公務以後 寫個悔過書 警察就放他算 那時候就是副所長 他認為 不曉得有這個狀況 所以才做這個判斷 反正 區長跟分局長 還有所長 副所長 你們今天這個工作報告 案案報告 就是很簡單 誠實面對 勇於認錯 豐富真相 我們也就 我們這個 這個最高的指導 主便車